这个政府正式不干 还每天在想着政治追杀 痛批执政党政治追杀 节目讨论的就是这件事 去年陈其迈造势晚会 邱易银站台相挺 向台下支持者呼喊 就因为这句话 中天新闻台惨遭NCC秋后算账 我觉得大家自己去听听看 在那种场合下人是都走掉 如果还喊人是大家都没离开的话 那人根本就是走光 那是当场在说谎吗 所以你觉得大家不要离开 还是大家没离开比较合理呢 我觉得大家自己去判断 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诡异 节目来宾替中天新闻抱不平 质疑这就是政治追杀 NCC真的对假新闻这么积极吗 大家记得的话 之前前一阵子 不是有台直接说中天新闻 什么花500块钱去包小资店 让人家不能够去播别台新闻 只能锁定中天新闻 甚至保护总带的餐厅 只能播中天新闻 不能转别台 结果后来年内政部长徐公勇 自己都跳出来说根本没这回事 他曾经根本没有这件事情 这个是不是很明显的是假新闻 这个假新闻为什么NCC不处理 这不是政治追杀的话 什么才叫政治追杀 不仅正论节目认为不合理 网路上舆论更是一面倒 抨击NCC跟民进党 说NCC废道笑 民进党真的没救了 丝毫不掩饰 明明新闻台更有立场 怎么只有泛蓝的被检举 更有网友直言 当时听起来就是不要离开的意思 本台强调事实就是事实 NCC在没有全盘了解事实的情况下 做出唯物认定令人遗憾 请社会大众评评理 在那种场合下说哪句话 比较合乎逻辑 本台尚未接到处分书 如有不服事实或违法处分 必依法提起诉愿 维护媒体应有的尊严及权益 真相到底为何 画面会说话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